你講了科網啊 地產啊 之前那個 都是兩年的事 但是現在都看到中共裡面都推出一些類房的政策 要救一些類房 類地房地產啊 它那些所謂救了 那個什麼國十六條呢 其實是希望沒有那麼多爛尾樓 但是只是希望而已 爛尾樓可能最終都出現 可能最終那些 其實你說這麼像有些人民 他們生氣什麼 是不是純粹生氣防疫 會不會是有些可能是買了樓的 是不是 其實小粉紅以前都願賭服輸的 2015年我看到A股爆破 其實很多那些股民是很慘的 但是他們都願賭服輸的 但是這次樓市爆破 你真的看到有人去跪啊 可能他就是在三四線城市那些 半農村半城市那些人 他可能就是辛辛苦苦十幾年出城打工 找回來的那些錢就做首期買了那些死人單位 然後你現在跟他爛尾樓 就是對他們來說這種慘呢 就慘過輸股票 那次2015年輸股票有些人呢 他是說在大陸可能都有二三千萬身家那些 那些人本來是先暴富了然後就輸了 因為大家要想一下嘛 大陸的股市是從2014年是無厘的 就是爆升到2015年 所以那些人其實他們可能本來沒有一物 又可能是煞時富貴的煞時貧 但是樓的那些人不同了 他們可能真的存了很久的錢 然後將那些錢要麼就拿去買樓 有些人沒有買樓的就是那些村鎮的那些金融機構 收高一點點額 怎知道整間島都倒閉了 就是現在他們要處理的是這些地方 國十六條 但是你說國十六條是否最終可以救得到 我就覺得如果是這麼容易救得到 這個問題就不是一個問題了 嗯 它現在好像要降準了 再一次降準 如果大家看看香港的金錢 包括看起碼的 中國 tows 去切斷 大家一點點 中國有關 如果 Australian payroll 是不行的 說行的 我是 deaf person 可以fried fans 你覺得 ¿ это 其實是很嚴重的 而且它的通脹壓力是否遮蓋某些範圍 理論上你說能源 因為你可能買到一些便宜的俄羅斯汽油 便宜的俄羅斯石油 可能能源價格暫且還頂得住 可能你燒多了煤 因為自從那次電荒之後 大家沒有聽過電荒 原因是有補貼 那些發電廠終於肯放電上網 但是其實是有代價 不是沒有代價這些東西 但是你將凡此種種加起來 總有一些東西你還沒解決 例如複食品價格在大陸是貴的 現在複食品價格就已經是其中一個 我聽到一些人民上街的原因 那你明明有一邊你有物價壓力 你另外那邊你這樣放水 其實很快你又製造貧富懸殊 很快你又令到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 其實社會問題永遠永遠 你以為有一個解決辦法 但是解決辦法背後還是有成本的 你不是說如果所有問題是可以沒有成本無痛的解決的話 這個世界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個世界有問題的原因就是因為每一次你要用方法去解決問題 每個方法都有它自己的成本代價 不是說弄就弄 弄的時候你付出的代價可以很大 或者是誰去付出的代價 現在你看那個情況就是說好像很輕鬆 我們這裡有多少萬億去賺下去 夠的樓市 你以為沒有代價 你以為沒有成本 一樣有成本有代價 當你的數字去到萬萬億的時候 你就知道代價是多少 誰給的那些錢 最終的風險是誰負擔 你這樣想你就明白了 其實誰負擔呢 當然是全國人民 每個都有份負擔 越是低層的人 負擔的比例就越高 因為當你所有東西變成是一個物價的問題 你當然是窮人受最大的苦 借不到錢的人受最大的苦 可能大家都在想那個運動的前景 還有趨死 剛剛三明都說了 其實都不知道發展會是怎樣的 不過我自己都是覺得 現在就有一個黑客的組織 它就公佈了中共官方的資料 如果它再進一步公佈了中共高層的資料 或者公佈了越來越多 甚至越來越大範圍的話 當然它一樣提出了五大訴求 其實這個前景 這個發展會不會不一樣呢 我想剛才都說了 就是說純粹靠民眾運動撼動他們 就不容易的 但是民眾運動 或者甚至乎好像 你說黑客組織 就是匿名者 如果它公佈的內容 是可以令到這幫人出現分裂 將他們的利益矛盾表面化了 你說不定 這樣是可以真的令到這件事有轉變 那個思維方向就是 有什麼東西可以令到中共自己裡面的矛盾表面化 激烈化 其實當時如果你說有江派、團派的故事的時候 兩派的鬥爭未必能夠將一件事扯淋 你永遠都是 三個關係是穩定的 因為A加B大過C B加C又大過A 他們三個就好像 會 Dolet Mee 一直以不同的聯盟的組合有一個平衡 但是當你發現板塊越來越多 碎片越來越多 那你就無法團結整個政黨 這樣就很容易拆 你不用看什麼 你看西方兩黨制的地方 當它由兩個黨變成兩個黨 自己都有兩個側翼 那麼變數就立即多了 美國當日可以出到的Donald Trump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 在共和黨裡面已經沒有了那種共識 現在民主黨其實都還可以 叫做反而向心力強一點 但是遲早都會被Sanders那些人拉散 如果你換作在中國這個地方 你看中共是不是一個完整的一塊鐵板 很明顯不是 他們自己內部一定有利益矛盾衝突 之前就是兩派 其實可能不止兩派 當他們的互動越來越複雜 就越來越難團結 他們越難團結 民眾運動這些壓力就開始可以見效 其實你想想當年晚清何常不是這樣 滿人和漢人 一場太平天國 令到漢人勢力抬頭 最終結束滿清的就是漢人軍閥 大家用這個角度去考慮 歷史去考慮政治 那你就知道中共它害怕的害怕什麼 為什麼中共每一次去到某一些關鍵位 理論上是要去到體制改革的時候 它會寧願抽回頭 因為那件事就是破壞了他們一統團結的管治架構 在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 在這個地方上的統治者 寧願放棄經濟利益 都要維持統治的結構 明朝為什麼無端端下去 就是有海洋的經濟 明朝本來鄭和夏西洋他們很喜歡說 為什麼下下下又不下呢 原因就是因為 透過外貿賺取回來的利益 很多時候不是歸這個朝廷 反而是地方勢力 地方做生意的人拿了這筆錢 他們是怕地方的力量威脅到中央 你也看到明朝最終的滅亡 當然你說地方窮 但是也是因為有地方的力量 再加上你外邊的外族入侵 兩個影響之下 明朝就沒有了 清朝也是如此 你內亂之後 你又是一股挑戰 他統治結構的力量上來 所以其實每一次 如果大家看到這種政治變革變局的時機 第一個問的問題是 這些轉變如何撼動他們的利益結構 令到他們的矛盾出現 這個是思考來的 我不是說他們會發生 那一句《國安法》之下 我們純粹是學術討論的 那新聞 你知道白紙運動其實國際都很關注的 美國共和黨都有四十幾個議員都提出聲明 意思是說警告中共你真的沒有鎮壓 現在這個問題是否會發生 或者說警告你 或者說警告你 對他 你的事實上我們也會去做 或者說警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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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實上 中共的說法已經不是說那場什麼學生 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了 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也說到有外國勢力的 那時候其實都是這樣說的 每一次他們要安一個罪名 就一定是這樣安的 但問題就是那時候 你看到外國其實基本上對中國的看法就是 只要它經濟繼續開放它就會改變 你又說國會議員說的那些 美國政府的策略 你應該要看他們白宮那份 國家安全的策略的那份報告 裡面講得明白 無意改動你中共的體制 你中共是怎樣?是你自己的緣份 是你的福分 我沒有心要改你 你自己的想法是你的事 但是你又說回頭 那些議員 我明白的 反正其實他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力 就是法案落到來 它只是這麼多票的其中一票 是不是? 但是反而我覺得你剛才那句就是 中共會不會怎樣?會不會怎樣? 我想大家要想的就是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自己內部的權力平衡 現在那種新的平衡就是 大家蓄擁著一個叫做習近平的人 把所有的功過都放在他一個人身上 其實他的處境是最危險的 他是不能縮那個 是不是? 就是如果現在的政策縮了 那你說不清零 之前他就說到清零這麼大件事 你不就看他怎麼轉彎 是不是? 甚至在其他人眼中 這傢伙是否還信得過? 這個人是否最終是對他們長遠利益 有最大的保障? 這些每個人都會計算 群眾可能真的好像一開始這樣說 可能是很簡單的收貨 真的會影響一個地方整體的政治 不是群眾 我今天再強調多一次 可不是說群眾沒用呀? 大家讀小學的歷史 他們說是孫中山武昌起義 推翻門稱這個肯定是錯的 推翻滿清那個叫袁世凱是軍閥 所以如果大家明白到 是權力結構裡面那些人的關係 那你在外邊做什麼 就是講回現在的局勢 我都不得不得講講江澤民 就是中共前國家的主席江澤民都過世了 有一個現象西面很多事情都留意到 其實現在中共就很大規模 就是很高調去悼念江澤民 但另外一邊又取消了它的遺體的告別的儀式 其實這個裡面是之前也有些人說 江澤民剛剛過世之後 網上也有些留言也好 有些KOL評論也好 其實中國大陸中共官方會不會擔心 江澤民離世 是導致了更多民眾去演繁一些大規模的民眾群眾運動 就像當年的胡耀邦和周恩來的事件 其實現在覺得這些信息 透過我剛剛說的就是它的遺體的告別以色列取消 但是中共很高調去悼念它 這個現象的反差怎麼解鎖呢 沒有什麼反差 那難道你預期中共就是江澤民一死就說它是千古罪人嗎 不會的嘛 你們想到去哪裡呢 你不可以當 你真是當習近平是你們的朋友了 江澤民一死就幫你清算它 不會的嘛 它自己都想他朝他百年歸老的時候 都是風光大壯的嘛 你怎麼會去搞一個死人的樣子 不會愚蠢的 問題就是又犯不著要大搞 是吧 那你就給它一個規格 然後完結了這件事就算了 這樣的環境你還搞大龍鳳 你一會兒一發不可收拾就更無謂了 但是它又不會去陪你們 去清算江澤民 不會在這個時候發生的嘛 為什麼呢 你們真是不可以這樣想的 沒有那麼快的 不是這樣發生的